資本市場正在經歷前所未有的挑戰 怎樣可以在順色慢面的市場中立於不敗之地 怎樣可以組人一步攀上行業的封口 我們要把握第一時間 掌握第一次的資訊 我們今天就一起來回顧一下 這個星期的金融要問 大家好 我是澳洲Alison老師 我的頻道是關於澳洲生活 澳洲理財和澳洲房產的 我是澳洲的房地產導師 澳洲的質疑律師 澳洲和香港的持牌地產中介代理 也是新書 澳洲樓打造財務自由的作者 以下的內容純粹是我個人意見的分享 並不存在任何投資的建議 我們首先看看第一則新聞 澳洲自由黨的領袖Peter Dunton 一套房一年賺70萬澳子 在澳洲無論是政壇精英或商業大興 在配置資產和財產的累積方面 都離不開房地產 例如這位澳洲反對派領袖Peter Dunton 相信很多朋友都對他不陌生 因為他是這幾年中澳關係陷入疆局的主要推動者之一 而我們有一點是不可以不佩服他 就是他在房地產投資的眼光是真的不錯的 最近有報導說他賣了自己一套 位於昆士蘭州布里斯本市中心的頂層公園 這是一個Penhouse 獲得了巨額利潤 我們一齊來看看這套頂層公園 它的建築面值是376平方米 有4間餓室 3間浴室 以及可以放到3架車的停車場 可以稱之為豪宅 我們可以看到 Dunton 在今年的10月份 是以347萬的澳子出售了這層的豪華頂層公園 而根據之前的新聞報導顯示 其實他持有的這套公園也就是一年的時間 他在2021年就以270萬的澳子賣入了這層的公園 即是12個月的時間 這個反對黨的領袖就賺了77萬澳子的巨額利潤 有這樣的投資眼光真是令人佩服了 為什麼這樣說呢? 因為在很多人眼裡 尤其是今天都受到加息的影響 很多人都對房地產市場失去信心 而Dunton 的這套投資物業 竟然在這個時間一年漲了28% 而且還是大家都覺得不會升的公園 澳洲媒體就報導說 Dunton 他很注重房地產的投資 他不止在布里斯班有一個農場 亦都在整個澳洲那裏有很多不同的房地產投資 而是一個很好的組合 其實亦都是跟我平時說的一樣 很多在澳洲社會地位比較高 或者人工比較高的人 其實都是會買房地產投資 而是一個投資組合 因為有房地產投資的組合 除了是資產增值 資產保值之外 還可以扣他們每年交的很多稅 我們一起看看第二則新聞 年薪三十萬的工作 竟然在澳洲請不到人 年薪三十萬澳資的工作 在澳洲來說算是非常非常非常高薪工 很多專科醫生都達不到這個水平 但最近這間公司真的請不到人 去新西蘭發了一則宣傳廣告 保證有豐厚的收集 這間公司說我們提供很高的薪金 我們的獎勵亦非常驚人 毫不懷疑我們的薪金 是比新西蘭的工資水平高兩倍或三倍 究竟這份是一份什麼薪金 為何年薪三十萬都找不到人做 原來這是PERV的一間抗業公司 這間企業目前在招聘員工 而填補他們一系列的崗位空缺 包括建築、採礦、操作、非技術的工人和管理人員等 他們所提供的最高薪酬的工作 就是建築監理和監督員 他們的年薪可以達到三十萬澳子 即是超過一百五十萬港幣 其實這次不是第一次澳洲擴測用不到高薪招聘人才的苦惱 因為澳洲資源和能源的僱主協會表示 採礦業人才短缺是前所未有的 在絕大多數的情況下 採礦、石油和天然氣以及供應鏈企業最大的問題 就是支援不到所需的人 再加上一系列的因素 例如COVID的影響 和商品價格持續增長等等 澳洲統計局ABS最近的數據發現 採礦業的平均全職收入是所有含義之中最高 約14萬澳子 儘管有很高的收入和豐厚的獎勵 但採礦業都不是所有人的理想職業 這份工作的缺點就是每個月 至少有兩個星期要在偏遠地區工作 有時生活條件是很差的 而且12小時的輪班制 往往都涉及到高壓環境下的繁重體力勞動 而在這種環境下 一個錯誤可以令到公司損失了幾百萬澳子 犯了很嚴重錯誤的時候的人 就會被立即開除 也意味著員工的理職率其實是很高的 無論如何都好 亦都印證了澳洲是一個很注重生活舒適度的國家 錢不重要的 最重要就是開心地生活 這真是大多數澳洲人的想法 第三則新聞 一再加息 房地產價格回調 但租金瘋狂上漲 目前澳洲租樓市場的競爭 可以說是去到如火如荼的階段 不但各地的房租都在上漲 而且還是一房難求 很多時候一套不錯的房 就會有幾十個租客去申請 房東就選到眼花撩暖 租客就急到眼淚水都飆了 在Domain 2022年9月的租金報告數據顯示 過去一年 澳洲的八個州 尤其首富城市的租金 飄升了12.8% 而公寓的租金也飄升了16.7% 與此同時 澳洲統計局 在2021年的人口普查數據顯示 目前澳洲近三分之一的家庭 只在租房住 記不記得不難理解 為何租房市場這麼激烈 為何在澳洲各地的租金都在上漲 其實這是分特定區域 例如在新冠大流行期間 澳洲部分地區的租金 都雖然跳水情況出現 例如新的需求和供應不中 就造成低空置率 而比較低的空置率 就意味著房東可以提高租金的情況 一樣都找到租戶 這是供應和需求的推動 有人分析說 澳洲聯儲局繼續加息 進一步提供借貸成本 目前租房的首次購房者 進一步失去住房的前景 亦是令到租金上漲的原因 其實看租金上漲 除了看利率上升 令到房東的持貨成本增加之外 低空置率也是令到租金上漲的主要原因 因為如果地區空置率很低 即是房東有很大機會提高租金 亦不需要擔心房子租不出 房東的想法就是 無論成本有沒有上漲 那層樓加租的話 每個星期可以帶來額外獲利 何樂而不為呢? 所以這個總結就是 一套好的房產 不論在市場什麼週期都好 都可以為你持續帶來收益 我們現在一齊看看最後一則移民的新聞 搶人才 澳洲華走開放新類別的工作簽證 最近澳洲政府在考慮一個提案 就是令到全球公司更容易把最優勢的員工帶來澳洲 用來緩解澳洲的技能短缺 逐點來說 澳洲政府在搶人才 搶大型的投資 搶高技能的人才 為什麼這樣說呢? 因為目前英國和美國都已經有類似的政策 目的就是讓跨國公司用一個比較簡化的程序 去迅速引入人才 2021年 美國發放了超過11.6萬的公司內部L1的簽證 其實這個數字在COVID之前更多 因為2019年是有69.8萬份的 所以目前澳洲就嘗試引入這些法速通道 我們可以看到澳洲將來有機會會鼓勵更多的跨國公司來澳洲投資 因為這樣你就可以把你的人帶來澳洲 方便擴充你的業務 而且不一定要在一個新的國家裡招待本地人 亦同時吸引海外專家進行知識轉移的目的 在這個計劃實施之前 公司如果想把員工帶來澳洲工作 只要用一個全部移民都在用這個標準途徑 例如申請臨時技能短缺簽證或永久技術簽證 澳洲每年發放2萬至6萬個臨時技術簽證 數量不多,速度亦不快 僱員可能需要6個月的時間才可以來到澳洲 未來只需要僱員符合資格的要求 就可以加快簽證的處理速度 亦不需要圍繞著技術的職業清單和農動力市場的測試規則 除此之外,這類的計劃亦可以令澳洲的工人受益 因為當豐富的全球人才來到澳洲的企業 幫他們建立勞動隊伍的時候 知識轉移就開始轉移到澳洲當地的工人身上 我們希望明年只能看到這項政策正式落實 令到更多的澳洲企業和員工受惠 好,我們今個星期的新聞回顧就來到這裡 我是澳洲Alison老師 我每個星期會為你帶來澳洲經濟、投資和房地產的新鮮資訊 如果你喜歡這個視頻的話 可以給我一個like、share這段影片出去和留言給我 如果你對其他房地產投資的話題有興趣 歡迎你留言給我 還有subscribe我的channel 還有旁邊的小鈴鐺 我們下次再見 多謝大家的時間 拜拜 我們下次再見 親近的小鈴鐺 我們下次再見